我们今天就是进入批判性思维的最后一讲 最后一讲呢 讲这个出发点 就是视野文本细论 也给大家 我们经常会阅读经典 阅读各种文学著作 我们就利用一些解释学的原理 告诉大家 解释一个东西 如何有一种深度 就是能够挖结出更多的东西 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都要进行解释学的实验 最近我也刚 在我们公号也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写的那个 关于海德里尔的一个解读 其实也都是借鉴了 我在这里面所讲的一些 这个解释学的一种方法 来把握着 来 照相 OK 我们先来看这个出发点 那么 我首要说的是 就是我们的这种解释学 对于文本的解读 肯定主要是从哲学的这个视野出发的 我这边引读文本是 我作为一种此在 有我的询问方式和存在方式 就是你所谓 文本解读 首先我们要从本体论的层面 进行思考 就是我们要反思到 我们的一种前提性的框架 是吧 如果没有这种框架 我们讲方法就是自欺欺人 这也是我们整个批判性思维 从一开始我就给大家说的 我们不能为方法而方法 方法有时候都是在气的层面 如果仅仅是在谈讨方法 那么我们就会导致没有原则 没有视分 我们掌握一些逻辑的谬误 不过是为了我们更大的观念的谬误服务的 这个就违背了批判性思维的初衷 我们的批判性思维是为了 通过批判 通过寻求适当的旅游 寻求权衡 然后达成的是一种比较公正的 是吧 就是比较价值观 这些比较正气的这么一种解释 是吧 我们要人间正道 我们不能走歪门邪道 这也是我想我们学任何东西 这也是说 虽然我们在讲这个文本解释的时候 我首先是强调 对我们的前提性框架进行反射 如果没有这种前提性框架 你的方法越多越杂 就越显得你的苍白无力 是吧 所以说我用一个比喻说 在华里的箭术都必须围绕着箭式 用来杀人的这一本质来展开 是吧 就是箭只是你的工具 你的方法 你为什么要用箭 对吧 你用箭来干什么 对这个东西 包括为什么要杀人 或者为什么用箭不杀人 你要进行一种反思 就是首先解释最终目的是为了 扣问我们的存在方式 我为什么存在 我解读文本 我读懂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一点是 我是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 去切入的 因此让你的生命状态 和你的存在状态 决定了你的这个方法的运用 是吧 就是 你在译读一个文本的时候 你要珍惜你的信息所在 你最初被触动的那种直觉 这些都会解读 决定你的解释能力的这种开发 那么因此在解读文本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要抓住 抓住你最先出的一种判断 这个判断不是说不能调整 我们后面要说 它构成你的前见 但是这个判断本身是宝贵的 对吧 有时候直接的东西是很好 但它缺乏理由 缺乏更充分的一种论证和回忆 对吧 你抓住它 然后你在此计算今后 你甚至可以修正它 但首先你要抓住它 对吧 就你的起心动念之处 是你道成肉身的起点 我们任何一个人就说 经常说要不忘初心 所以你都是从你的初心出发 这一点无可后悔 比如我是一个女性 那我在解读一个文本的时候 我肯定是个理性主义的视角 我今天就穿得像个女性 是吧 我就感觉我就 显得心一下就有点软了 是吧 那这就是一种 你的这种立场方法 就决定了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 然后对你的视角 在看待的过程当中进行调整 对吧 好我现在 为了说明这个事 我是法律出身的 那我就先给大家 提一个法学方面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法官 在裁判案件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说 好像法官裁判案件就是 你给我充分的事实 然后呢 有一些法律 然后呢 我根据像科学一般的一种 一种方式 根据事实法律 做出一种客观 理性公正的结论 其实不是的 其实 但是法学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的 这种猜想与反驳的方法 是有人类似的 是用通俗的说法叫先定候审 那什么叫做先定候审呢 就是说 我们先有结论 法官看到一个案子 他先说 这个案子应该是刑续知识罪 然后呢 再去找刑续知识 看看这个案子 有没有刑续知识罪的证据和理由 如果不符合 我再说 那应该是另外一种罪名 我再根据另外一个证明 再来组织和整合材料 是吧 这就像我们读一个文本 哎呀 他应该 红楼梦应该是讲爱情的 我在读的过程才发现 你好像也不完全是讲爱情的 等等 就这样你会不断地 这个调整调整调整 对不对 这是 我们要说的 这个 那么 这我刚才说 与科学的可证伪性 也是有 这个 有类似之处的 我们刚才说 科学可证伪性 就是什么呢 科学 它意味着结论 会与新的事实 或者经验发生矛盾 然后呢 根据这些矛盾 再对我的前提进行修正 但是首先你要承认 你是有前提的 是吧 因此我们说 科学知识的增长 或者科学研究的过程 并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 观察 归纳和证实的 这种实证机制 而是像波普尔所说的 问题 猜想 反驳 是一种 试错机制 人生 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我们其实前面也说过了 是吧 比如说寻找这个 批判性思维的 最佳底有解释 那就是一个 试错的过程 是吧 我们不断地去尝试 这个方法不行 那个方法不行 这个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法 是吧 批判性思维 就是一个 试错的过程 是吧 同样 我们刚才说 有前见的 比如说牛顿 我是觉得 砸在牛顿 头顶上的那颗苹果 为什么就能够 促使牛顿 发现了 万有引力 是吧 我们知道 苹果每天都在 这个掉下来 苹果可能也砸在 不止一个人的头上 但是为什么只有牛顿 就是借助苹果 发现了万有引力 是因为很简单 牛顿有他的前见 牛顿在 进行这个研究之前 他可能 梦中 睡梦当中 醒的时候 梦的时候 他都整天在思考 这个世界上的这种 引力的定律 而牛顿落地 这个苹果落地的现象 恰好跟他之前的预判 或者直接是相符合的 于是呢 他一下就被激发了 他就有了进行验证的 这种动力 他的科研的潜能 就被调动起来 就在这之前 他观察到的那些 支离破碎的个案 或者现象 一下在这种前见 或者异色的指引之下 就有了内在的观念 就得到了鲜活的说明 对吧 而他之前还显得 模糊犹豫的预感 也因为这些闪光的力量 变得清晰 变成了清晰的洞见 对吧 这就我一直在反复讲 我们经常在讲 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一个事物 认识的事物一定是 离不开我们的主观的一种立场 就像康德所说 真正认识呢 它的逻辑的这个前提 是你的主观的一种意识 就是鲜艳的一种统觉 就我们有一种时空结构 我们有一种整体的一种 范畴结构 我们用这个范畴结构 去整合这些经验现象 对吧 这个认识它就发生了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来讲文本解释的事业 刚才是讲它的前提 是吧 它的这个初心 现在讲它的这个事业 那么什么叫做事业呢 事业就是我们的一种期待 是吧 就我们对于文本 任何一个文本给我们 比如说我们说 我要跟你一个人接触 我假认这个人也是一个文本 假认文本不是说客体化了 实际上就是它跟我是有一种 生命之关系的 那么我对于这个文本 所包含的真理 我会有一种期待 如果我没有这个期待 大家记住 我没有必要去读这个文本 我们知道人一生当中 这个周围 万事万物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记住 不是每一件 只要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都会与你发生关系 大部分正在发生的事情 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我现在就发现 就很多人整天 什么事情都关心 什么时候追逐什么时候 那叫瞎忙 是吧 把自己完全没办法 就是糊里糊涂的 一位置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不知道哪个东西 对你是有意义的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期待 我不用跟这个文本 发生关系 我就不用去读它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理解它 是吧 因此呢 对于文本的 里面蕴含的这些真理 或者信息 有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在我们阅读文本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这样的一种期待 是由我们的这种生命气质 生活环境 人生经验 知识结构 价值倾向 等等 共同塑造 是吧 再解释一下 我刚才说 刚才说到 这就是一种什么 前见 或者前理解 然后在这里 我给它称之为 我们的视角 或者视野 我这里面说的是 叫做读者视野 我们自己也有 我们的这个视野 是吧 那么不管我们的读者 对真理 如何期待 另外一点 就文本当中的这种 也构成一个视野 我自己的这种 这个立场 我的期待 再构成一个视野 但这个作者 写出这个文本的时候 他肯定 他也知道 我写这个东西 给什么人读 我希望传达什么信息 也构成了什么 作者的视野 或者叫文本的视野 就是读者 对真理有期待 文本本身 也有真理的信息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 不管是读者的视野 还是文本的视野 都不足以构成真理 你说文本里面 我今天知道 红灵文里面这本书 或者这个哲学著作 它本身就不含真理了 真理等着我去 去给它挖出来就行了吗 你怎么去挖 真理是存在于 读者同文本的 对话之中的 就是说 真理并不是现成的 就像矿石一样 等着我们去给它 直接挖出来就行了 真理是深层的 你在没有挖出它之前 你还不知道 它是不是矿石 你只知道那里有东西 一定有某种东西 你去挖它 但是你挖出来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矿石 是金 是白银 你看 不同的 同样一部分 同样是莎士比亚的 这个 哈姆雷特 同样是安徒生的海德里尔 你说它就是矿石吗 它就是金矿吗 为什么不同的读者 挖出来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吧 我去读莎士比亚 别人在读莎士比亚 一个科学家读莎士比亚 是吧 一个小西老师读莎士比亚 或者它肯定是比亚 每个人去挖的 那就说明 其实那个东西 并不是现成 就是金矿 要等你挖出来 你才知道它是什么矿 而且挖出来是什么矿 取决于谁在挖它 怎么去挖 现在明白没有 这些我说的 就是所谓的真理 是存在于这个读者 同文本的对话之中的 这就是一种什么 生存 真理是生存出来的 而存在于 经由这种对话 而对读者和文本 都形成了挑战 我说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 是双重挑战 是吧 对读者形成挑战 而且对文本也形成挑战 不要认为文本是死的 是我们客观研究的对象 文本要与你发生关系 文本也会形成挑战 经典 也要经过不同的挑战 没有这个挑战 经典不足以成为经典 我几个例子 像比如说圣经 我们不管你信不信仰基督教 对吧 圣经 你不得不承认 圣经是 自从诞生起 几千年来 是世界上 受到批判和挑战 最多的一个文本 那么为什么今天他 为什么吸引最多的人群 他的这种理性化程度最高 就是马克思韦伯说的 是吧 就是因为他接受那么多的挑战 在这个挑战过程当中 他的真理不断的 每一个挑战 都是让他新的真理 不断的呈现的过程 所以我想说的是阅读 不管阅读文本 还是阅读人 还是阅读社会 还是阅读世界 宇宙本身 阅读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 阅读的意义就在于创造意义 我们如果不参与到这种阅读当中 很多人一生是没有阅读的 明白没有 或者很多人的阅读 是很肤浅的阅读 就参与到这种对话当中 我们创造意义 创造生命的价值 对吧 那么你的事业 也只有在观察运用的过程当中 才能展现其价值 如果你不遭遇文本 你不跟各种各样的东西 进行遭遇 接触战 你的事业 没办法得到正视或者正位 也就不成其为事业 你的事业 也不可能得到扩展和提升 是吧 这是我想说的 那么现在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有些没看过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很有意思 叫人性的弱点 是吧 他讲的是有一个古典学教授 叫希尔克 希尔克有一天在课堂上发现 开学已经五周了 结果他每次点名 好像有两个学生 从来没有上过一次课 那有一天他就非常生气的 在课堂上闻到 谁能够告诉我 这两个人是真的存在 还是仅仅是spooks 仅仅是 uni 是吧 然后呢 结果呢 就因为他用了这个词 后面被告上了法庭 因为这两个学生是个 有色种族 是吧 你这个spooks 好像对他们是有侮辱性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对这样一个电影当中 这么一个场景进行解释的 那么希尔克后面在法庭上 他为什么 他怎么为自己辩论 或者在那个教授 申诉委员会上 希尔克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我怎么知道 这两个缺席的学生是黑人 我只知道他们从来不上课 所以说请你们考虑 我使用这个语词的语境 语境 语境就是上下文 是吧 就是我当时确实有情绪 但是在那种语境之下 我不可能没有情绪 我都都不来了 是不是对我也不尊重 是吧 所以说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宽客了 他们无视学业 必须受到斥责 所以说你们对我的 种族歧视的指控 完全是错误的 我说是不可思的 是我们从来没有 想过我要种族歧视 OK 对他有一个辩解 对吧 那么 对于这个辩解 他真的是那么无辜吗 好像表面看来 希尔赫斯被某种政治正确所牺牲 但是我们要问 他真的那么无辜吗 首先 我先提出这个理由 首先第一点 作为非常造诣深厚的古典学学者 他不可能不知道 对学生使用 斯布克这个词 所含有的贬低的意味 是吧 斯布克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贬低性的词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是个造诣深厚的学者 是吧 第二个 是吧 古典时代推崇的英雄美德 他是研究古典学的教授 我们的古典学 可能就会拦你歧视 对政治正确 对平等 不敏感 他可能追求的是卓越 是我能够实现自己的尊严 是吧 也许放在古典学不那么适 并不是不那么适当的 是吧 但是呢 如果放在今天呢 放在这个现代社会呢 我们现代社会的平等更外敏感 是吧 那么也许 无知本身也是一种问题 好像你是研究古典学的学者 你就可以为自己辩护吗 是吧 你是在现代社会研究古典学 你的古典学也是要回应现代社会的 是吧 所以说你作为一个真正的 有社会担当力的学者 你认为你对现代这一套 政治正确一无所知 本身也不可曾足以充分的辩解理由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后面根据电影的揭示 希尔克本人 他的身份 是犹太人 是吧 表面上 他的身份是犹太人 同样犹太人是什么 少数族裔 可以看出他也是 出于自卑心理 是吧 而且他不仅是犹太人 他自己有一半也是黑人系统 是吧 所以说在辩护的时候呢 他一直不愿意 以自己的黑人身份级抗免 比如说他完全可以说 我并没有侮辱这两个黑人 他完全可以这样说的 他说 那为什么我没有侮辱 因为我自己也是黑人 他是犹太人和黑人 就双重的写这个血统的 对不对 但是很有意思 电影面 他并没有拿自己是黑人 这个东西去辩护 对吧 所以说现在 我们就可以了解 通过这个例子 了解 理解和解释的意义 就希尔克他的问题 并不在于 他不敢面对 他的问题就在于 他不敢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 不敢让他的这个独特的事业 与他所遭遇的文本世界交锋 他的一生都是建立在 谎言的基础之上 就是他就像他的母亲告诉他 你的皮肤如血 但却充满了奴隶的想法 是吧 没有这种对抗和融合 他的自我和他所处的世界 都很难得到修复和改善 就是他跟他的世界之间 也形成了一种 主体跟文本之间的 一种对话关系 但他一直做一个古典学教授 似乎他在讲古典学 似乎他在课堂上讲授的一切 他用的词 他为自己的辩解 都在回避这些最根本的冲突 或者在回避这种 更根本的对话和融合 是吧 那同样 回到我们的解读 视野和文本之间 也存在类似的冲击回忆模式 对吧 我们说可能换另外一个人 他也许也有同样的经历 同样的前见 同样的事业 但是面对同样的遭遇 他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 解释学的应对方式 这就是理解和解释的意义了 是吧 希尔克的回应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 从他的回应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面对这个世界 和面对自我的一种态度 如何去安放自己 所以我今天最后一讲 我讲文本意义的时候 我不仅在讲我们这书在里面读书 这么简单 我在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跟这个世界 就是跟一个文本的关系 是吧 我们都是如何去更好的一个 安放自己 更好的 更充分地去理解这个世界 同时更深入地理解自己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再讲讲文本本身 是吧 我们说 我刚才说 我所谓的文本 我们就说是要在文本化的意义上 理解文本 所谓的文本化 就是让熟悉的东西变成陌生 是吧 就是对于那些太过熟悉的东西 我们经常是熟视无睹的 我们黑格尔也说过 所谓的这个熟知 非真知 是吧 而又因为这个熟视无睹 我们就已经无睹 我们就已经丧失了 对于那些熟悉的东西的感受能力 以及发现能力 对吧 我们之所以把熟悉的东西文本化 就意味着将它们以特殊的表现方式 加以定格和呈现 从而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比如说同样都展现故事 为什么今天比如说有非虚构写作 对吧 为什么同样经历的事情 你跟你的爱人讲出来 跟你不讲出来 或者你写成文字 写成日记 和不写成日记 你再去读 你写过的经历的事情 阅读效果是必要的 跟你光是经历 然后你不给这种 反映出来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一种陌生化 陌生化实际上是什么 吸引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唤醒我们的理解力 从而逼使我们 去省察自己的生存状况 在今天我们已经麻木不仁了 我们的麻木不仁就体现在 我们对这个世界 缺乏文本化的能力 我在写海德里儿 我也说我们缺乏的是 对上层世界的理解的能力 同样我们也缺乏对这个世界 本身的一种陌生化的能力 我们害怕这个熟悉的东西 变得不熟悉 意思就是我们害怕打破自己 我们害怕挑战自己的思维能力 害怕突破现有的这种世界框架 对不对 因此今天对这个世界 视觉加以文本化和陌生化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觉得平常在今天的中国 有两种文本化形态 一个是纪录片 一个是飞西构写作 我是对这两种 我在中国大地上 我都希望他们 我都乐观其成 都希望他们有更好的这种成果 确实在中国 有很多一流的纪录片的 这些地下的导演和影片 但是由于这样的生态 非常糟糕 所以说一直 一直很遗憾 很多东西就没办法 进一步的提示了 飞西构写作 也很重要 但飞西构写作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它文学化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文本化不一定是文学化 文学化有时候是在逃避现实 文本化是直面现实 我把熟悉的东西 陌生以后 是为了让我更加的 有勇气去 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本身 而可能文学有时候 会构成人的一种逃避 我是从来不希望 文学成为我们的一个逃避 逃避不了的 是吧 那一旦你想把文学作为逃避 你是在降低文学的品格 对吧 第二 文本的外言泛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作为一个此在的人 我们并非生活在 自然而然的世界当中 这是海德格尔的观点 海德格尔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叫周围世界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义世界 这个世界在海德格尔看来 不是一种时间空间的 物理意义上的世界 而是由人跟物打交道 而是要进而对人跟存在之间 有一种反的状态 有一种操心的状态 所引起的这么一种意义化的世界 它不是空间世界 因此我说的这种文本 文本化的世界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它文本 一旦我们忽视某种东西 那种东西就不具有文本的意义 但是一旦我们对某种东西投向关注 这个东西就会对我们产生意义 就会成为影响我们的文本 这边这个照片用得很好 是吧 比如说你到超市去 突然你用一个相框 你为什么要框定这一个部分 对吧 你给它照下来 这就是文本化的一个效果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这一个部分就让我们通过这个相框的眼睛 我们重新去审视这样一个空间布局 这个书房构成了对我有意义的一个世界 对吧 它的外缘 第三我们再说作者有文本 我们刚才主要讲的这个读者有文本 是吧 那么在我看来文本的意义 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读者 而不是依附于作者的 是吧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 当然很多人经常说 哎呀 你要了解一个文本 你必须了解作者 但是记住啊 钱仲书曾经说过 是吧 你已经吃到了鸡蛋 你为什么还要认识那个生鸡蛋的母鸡呢 是没有必要的 是不是 就是 比如说我们 我讲金品梅 那金品梅这个作者南宁萧萧生 到今天我们并不知道它是谁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把金品梅 知道它是一部伟大的一部作品 是吧 所以文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 依附于读者 而不是依附于作者 有一句话叫作者死了 当作者把文本写出来以后 作者就死了 是吧 就文本的生命 虽然也不是读者赋予的 但是读者的事业 激活了文本的生命 我刚才说了 因为有了读者 所以文本才称其为文本 文本才有一种 世世代代的鲜活的活力 所以纪录片导演 我觉得顾涛 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是比较佩服他这个说法的 他说对于自己的作品 作者永远没有观众看到前面 也永远没有评论家说得深刻 这话说得多好 我们很多人就说 作者你就真的很了解你的作品吗 不一定的 我写出一首诗 那说明一个诗评家 比我对我这首诗的理解更深刻 对吧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同样一部作品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发掘 作品本身的含义 这才有趣 对吧 你作者都把话说完了 还要我们读者干什么 是吧 所以说严肃地对待这个文本的意义 就是要站在读者的视角和地上 对文本意义进行充分的发解 而文本的意义呢 主要是在理解当中呈现的意义 就像加达沃尔所说的 文本是存在于 和读者的对话当中 这也是我最开头 说要谈的 是吧 好 因此我现在提供理由了 为什么读者 完全有资格和能力 比作者能够更好的理解作品 这可能也是个读者的傲慢 但是我觉得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自信 否则的话 你读者在作者面前 在文本面前 就是完全是被动的角色 是吧 那就不叫对话了 第一个理由 为什么读者能够更好理解作品 第一 作者往往常常只扮演 扮演的是模仙 模仿者的角色 他说出来的东西 不一定他明白 尤其诗人 我们说诗人都是什么 上帝的嘴巴 诗人就像先知一样 好多时候写灵感 半夜三更 你有灵感 你爬起来就写 写完会第二天 你才知道 我昨晚今天写那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 他这个东西是叫做启示 有些东西叫灵感 什么叫灵感 灵感就说明 有个灵让你感动写出来 不是你自己想写的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文本一旦形成 就在一定意义上 超越了时间的限制 文本就有永恒性 你作者可能关注的是 你个体的当下的事情 但一旦形成 你文本突然发现 它这不同的时代 它具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它超越时间限制 所以说当文本已经超越 你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 我们当然有理由 赋予它更新的含义 第三 读者以文本 正因为它处在 不同的时空背景 它有一种间隔 这种间隔 在解释学上 并不是障碍 反而成为读者 理解文本的优势所在 记住 叫做兼具效益 在解释学当中 兼具效益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样说 就是只延伸在此三中 越清静的人 可能你越不认识对方 可能有一天 你稍微给一点纪律 可能你比对方 还旁观者气 这就旁观者气 你做着自己 跟文本之间 好像没多大纪律 就是你自己产生出来的 你就了解它 你母亲父母 就真的就了解自己的孩子吗 我都发现 我今天不了解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孩子 朋友圈什么 对我屏蔽了 他手指手想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了解他 对吧 所以说不要有这种傲慢 就是这种兼具效果的 读者与文本之间 反而能够带来 更新的一种视角 这是理解的游戏性质 决定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关性 理解是一种游戏 是一种文本的游戏 这种游戏性质 就更需要读者的参与 是吧 所以读者跟文本之间 关系实际上是更超过了 跟作者的关系 因此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 当然 我刚才说 读者有自己的视野 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 但是我们要强调 读者 不能够把自己的视野强加于文本 这是很多人 阅读东西的一个坏毛病 对吧 就是好像我有前见 但是你的前见 要在阅读的过程中 不断地修订 所以这其中就要遵循 解释学型款的原则 对吧 文本的语词要根据 它在句子当中的运用来理解 句子的含义 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理解 而具体上下文的含义确定 又离不开文本的整体的基调 文本的整体基调如何 要结合其所述的内心 时代的精神 更大的背景关系 反过来 如果不着眼于对细节的关注 不展开对具体的性格 事件冲突的体察 我们也无法准确地 把握文体的基调 和文本背后的精神状况 所以整体和部分 是一种互相依存 互相生发的关系 这一关系 使得文本变得鲜活的同时 也限制到随意的发挥 和任意的解读 你不能肢解文本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主动性 对吧 所以在理解常语里面 除了读者事业之外 文本也形成一个事业 对吧 比如说在圣经解释学当中 我们要求绝对无误 你不能挑战信仰本身 这就是这种事业 就决定了 我们的所有圣经解释 要服从它的目标 就不同的文本 不同的文学特点 有不同的解释特点 对吧 那在我看来 我们解释经典文本的时候 我们对经典文本 要有一个起码的敬畏 你不能说 你在读波拉图的时候 我们很多对的时候 就是它那种态度 好像就显得 它比波拉图还高明 它比苏格拉图还高明 这个就很错误了 是吧 就是你要假定经典之间 它是自成一体的 我们对它要保持 起码的谦卑敬畏的态度 你要去学会聆听 伟人的声音 最智慧的声音 对吧 这是起码的 然后它在此基础上 形成所谓的事与融合 就是对文本的解读 是以我们的视野和成见为基础 然后呢 我们带着这种视野和成见 进入我们要理解的文本的视野 底视野就把我们的视野 跟文本视野之间的 这种互动的过程 融会贯通的过程 称为视野融合 是吧 所以我们要 足够重视文本 对我们的意义 我们要敞开胸怀 进行一些文本的视野 然后呢 不断扩充自己的视野和经验 同样 我们的视野和经验 也可以不断地扩充和进入文本 这就叫做视野融合 是吧 那么通过进入文本视野 我刚才说解读的过程 就使得读者的视野 得到扩展和提升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中世纪的动物审判 我们知道今天一说 中世纪动物审判 是一个觉得很愚昧的 很好玩的事情 是吧 一个动物突然咬人的 然后我们要对动物 进行煞有其事的审判 像过家家游戏一样 是吧 动物我们经常说 动物没有自由意志 动物不是人 没有理性 为什么给它当人看待 还要让它承担犯罪托刃呢 是吧 但是我们要知道 动物审判体现了一种 复杂的世界观 它把人与自然都作为了 宇宙历史的内在部分 动物审判还让我们看到了 其中所包含的那种 敬畏正义责任的原则 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的正义实现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今天最大问题是 我们的正义是分割的 切割的 正义已经支离破碎了 所以说解读的经验 不仅是发现文本的意义 而且文本的意义 也催生了我们忽视的经验 所以说解释的目的 就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是吧 下面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人的观点 叫布尔特曼 也是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 他提出最主观的解释 就是最客观的解释 解释好像是最主观的 其实也是最客观的 不要人们解释学 我们今天讲解释学的探究 它跟自然科学 跟社会科学好像都不一样 他个外地强调我们的偏见 他并不把我们的偏见 作为要抛弃的东西 必须要保持客观中立 不是的 他说偏见对于我们的解释 理解文本具有重大的价值 这就是主观性 只有被 有关他自身的存在问题 所感动的人 我们才会倾听文本的信息 我们的视野 就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 使得我们有了敏感的问题意识 没有这种视野和成见 所构成的倾向性 我们就不可能 具备把握真理的能力 没有读者的视野 理解就不能发生 没有文本的视野 理解就不会存在 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括 我先总结一下 不同的这些解释学大家 他们的一些解释学观点 是吧 然后另外一个 普遍理解的基础 就是普遍的误解 这是我最近也提出一个观点 理解本身就是一个误解 但是误解可能也是一种更好的理解 没有误解就没有理解 没有理解就没有误解 那么解读者总是以他自己的方式 处在世界之上的 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所构成的视野 注定是无法消除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视野 要把你的视角发挥到极致 同时解读既然与视野密不可分 所以我们更需要建立 与文本之间的某种气质相符和共鸣 这就是寻找生命的一些 一旦找到 你就可以自由地舞蹈 所以回应我们前面说的解释 是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一种游戏 是吧 所以说文学或者文本 应该表现人的内在意义 内心地层 因为我们的灵魂的历史 比我们的特殊的痛苦和成功更加重要 我们通过进入解释 进入文本去发现更普遍的东西 发现文本和读者的共享的那些理念 是吧 我这话说得好 是吧 文学应该表现人的内心地层 因为我们的灵魂的历史 比我们特殊的痛苦和成功更重要 我们的特殊的痛苦和成功 如果我们的具体的特殊的痛苦和成功 没有反映我们的灵魂的普遍性 这样的痛苦和成功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结论 各种理论在我看来就如同一个公信箱 我们提供了我们批判性思维 我们都接触了各种不同理论 是吧 不同的这些逻辑思维的这些工具 不同辨别这些谬误的这些方法 是吧 然后到不同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审美 各种领域当中的这种思维能力 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工具箱 是吧 那比这些五花八门的解释工具更重要的是 你最重要的是你如何能够在最恰当的时机 面对最恰当的解读对象 以最恰当的方式拿出最恰当的工具 做出最恰当的解释 这一点是最大的 说起来很简单 说起来很容易 好像也是废话 真理往往都是废话 是吧 但是其实是蛮难的一个事情 就你的人 有时候人活在世界就是你的时机 你掌握你的事的一种能力 不是你光有自己的能力 你聪明 你智商高 你就能够获得成功 错 对吧 聪明智商高之外 你必须要懂得如何去选择环境 如何去适应环境 如何去塑造环境 对吧 如何去掌握判断环境的事 然后因事制定 我不能讲太多 讲成心灵鸡汤 讲成我还是成为管理师 什么大师了 所以什么叫做恰当的解读 这是一种实践智慧 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知识 而决定这些智慧和知识的是你的事业 你要让你的事业成为解读关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以文本背后的那些目标 结构 精神和气力 互相呼应 是吧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的事业多么独特 你都要注意文本 处境和存在之间的平衡 又回到我们所有讲批判行为 讲三十件 我们讲的是平衡 权衡 如何在权衡基础之上 提出有充分理由的判断 我们讲那么多的技术的层面的东西 讲的不同领域的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判断能力 这个判断能力它不是技术 不是聪明 而是智慧本身 是吧 我们学那么久 这是学一个智慧 学到最后 我们又回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 是吧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 我们要保持沉默 但是我们在保持沉默之前 我们要对可说的东西 要给他尽量的说懂 说透 说通 我们前面的二十九讲 包括三十讲 都是尽量的把该说的要说透 最后 到最后 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世界 怎么去认识自己 交给你自己 OK 谢谢大家 好 只有三十讲就完了 我们要批判一次